这些促学佛不相信佛的 不知道佛是什么 他会问你佛教是什么 你讲什么他不懂 你说佛教是帮助人 利苦得乐 他听了 这么回事 帮助人利苦得乐 那现在这个学校就需要 联合国特别需要 联合国就是找不到方法 方法就在佛教里 你不要佛教的时候 利苦得乐是没办法解决的 现在社会乱 乱大家哭 佛懂的 哭了从哪里来的 哭了从迷雾来的 迷了就哭 不了解四世真相 对于这个四相 胡思乱想 产生很多错误的知己 于是苦上加苦 真正把四世真相 搞清楚了 不迷了 苦就没有了 明白了 乐就来了 所以让大家了解 这个佛教是帮助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 不是别的 那非常可惜 大家不去研究 出家人 出家人他们研究 他们有能力解决 你去研究它 你去深入它 学习它 你就有能力解决 这是一门大学文 大家把它看成宗教 是个天大的愿望 是个天大的误会 为什么 凡是宗教 必须先 第一个 要立一个主宰的神 创造宇宙的神 佛教没有啊 你找遍佛的经典 没有说一个主宰的神 没有啊 佛教里面讲了很多天神 跪山 全是佛的学生 跟我们地位是平等的 所以佛教是四道啊 佛教称佛为佛陀 佛陀什么意思 印度话 翻成中国的意思 是一个觉悟的人 佛是觉悟 觉悟的人就叫做佛陀 迷惑的人就叫反复 你是迷就是反复 你觉悟了你就叫佛 人人都是佛 人人修悟了 就是人人都是佛 而做宗教里不可以 宗教上帝只有一个 你永远不能当上帝 永远不能做神 神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真神 活不起来啊 拿宗教的标准来看 佛教不是宗教 宗教是教育 为什么 他称老师 你看称释迦牟尼佛 拿摩本师 释迦牟尼佛 自称为弟子 教育里的才有 私生的成果 彻底有关系 佛教是私生关系 所以把它看作宗教 真叫愿望 但是 要是依照中国的这个 宗教两个字的意思来说呢 佛教是道道地地的宗教 中国宗教 这两个字的解释 宗 是主要的 重要的 尊重的 这三个意思 教是教育 教学 教化 两个字和起来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学 尊重的教化 那佛教 当之无愧 那如是道 都是做 都是教育 但是 道有神仙 如有圣行 啊 佛教里的佛菩萨 我们都可以把这个说成学位 问题就解决了 啊 儒家最高的学位 圣人 第二个学位 贤人 第三个学位 君子 学位的名称 啊 那道家的时候 神仙 最高的学位称神 第二个学位称仙 第三个学位称真人 那可以这样讲吗 啊 它是学位的名称 啊 人人都可以修到那个阶段 能讲的通 中国这套东西 跟外国不一样啊 啊 说明信的外国可以说 中国不能讲啊 谢谢大家